大家好,京东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印堂商女303的游戏妮 我觉得现在直播间从现在开始,待会我们直播间人气会瞬间爆棚 你看真的是爆棚了,亲爱的,我手机都卡住了 网络实在是太多了 粉丝宝宝,所有的粉丝宝宝们,请你们按捺住京东的心情 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前啊,我们还是有一些粉丝的小问题想要问些您的 就是刚才在这个直播间里猜这些关键词,我说这些关键词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称呼,很多粉丝叫名刘姐 所以要不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刘姐的话可能就是当时在创造引力 然后就是大家看我第一印象就觉得哦,我是一个高冷的人 就是觉得哦,我是一个高冷的刘仙琳 然后没想到我心下就是有一点憨憨的体质 然后他们就说哦,在台上就是刘仙琳 然后在台下就是刘姐啦 所以就是刘姐就代表憨憨的我 然后刘仙琳是代表酷洒的我 哦,对啊,原来是这样 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叫法 那么刘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印堂少女三连三 最近在准备一些新歌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嗯,我们也会陆续 会录我们自己的团宗之类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我最近就是在养,养橱蜀 在养橱蜀,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以前跟粉丝们说我想养蜥蜴 然后后来,后来我那个,呃,后来就是那个蜥蜴嘛 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是有,就是我们队员好像有点抗拒 然后后来又想养蜘蛛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蜘蛛很好看的 有什么别的颜色我就觉得很好奇想买 然后他们就都都抗拒了 说你要是养蜘蛛你就别 你对不起,你住了是不是 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就有一天就是 跟王一锦去出去逛街 然后我就看到两只小乌龟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把乌龟买回来了 然后王一锦说还一直跟他说叫干妈 我是你们干妈 然后就养了两只小乌龟 然后就养小乌龟的第一天 我就带着乌龟出去遛了 遛小乌龟吗 嗯,就在街上遛它 哇,现在他们很乖嘛 他们很乖,就是有一只 我养了一男一女 然后女的呢,女的那种乌龟就特别特别恐怖 然后男的那种乌龟就是很,感觉就是很孤僻的感觉 就是性格非常的孤僻 然后我就带他们去玩 完了,我觉得待会儿啊,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宝宝 今天你不猜直播间,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去养小乌龟了 谢谢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可爱的一个案例啊 那么其实今天你出道到现在,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那么在你出道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都特别的好奇啊,就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 印象深刻的,有就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节目是超星星运送配码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被选为虎夫之女 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虎夫之女是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才知道是一些直男选出来的 然后他们还想了一个,就是我的应援口号,就真的是直男想出来的 什么,仙妮妹妹,放心飞,虎夫老哥,永相随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真的是 对,他们真的是发自肺服对仙妮的这个喜爱啊 其实,说到现在,你很多粉丝宝宝真的就是最看为观止的就是在舞台上惊人的表现力 你别说是直男了,即便是女生看了,就在说,我的天哪,这跳得也太好了吧 就保护自己很有情景,带入感啊 所以,谢谢你想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在练习舞蹈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 练舞蹈的时候,其实我以前是拿舞蹈 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就是半夜睡不着去练习室 关灯,就把所有的灯关掉 然后就留一盏就是很有情景的那种灯 然后就自己放歌,然后在那里跳,随便跳的那种 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可能就心情不太好 然后,那段时间,因为这样,一直这样练习,练习的时候就进步特别大 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就让我进步特别大 然后就是觉得舞蹈可能就是我,就是一直坚持的动力吧 我觉得对,就是很喜欢 对,我们很多粉丝宝宝啊,在看到仙妮在舞台上精彩的表现的时候 私下里也在悄悄在想,这个心灵到底舞台上和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差别? 是完全体配的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呢? 嗯,我觉得应该有区别的吧?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我在舞台上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杀吧?就是眼神啊,或者是什么就会比较复杀 然后,私下的话就会比较,嗯,很温柔,很可爱 谢谢 第一次有人说温柔呢? 真的,你看我们今天直播间所有的宝宝都说区别老大了,差别太大了 大家的眼睛都是非常非常雪亮的,那么今天虚妮竟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当然不能放过你啦,我们在今天开直播之前真的是帮大家搜集到了一些小问题啊 嗯,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一些粉丝宝宝们比日常生活中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开始灵魂讨论,准备好了吗?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拍照喜欢自拍还是别人拍?自拍 自拍 那最近在追的一部剧是什么呢? 最近追的剧,因为最近其实忙,就挺忙的,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追剧 但是我有期待的剧,期待的一个电影就是,呃,刘亦非姐姐演的那个《荒兰》 因为我特别喜欢,也是小姐妹的姐姐,特别喜欢她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哇,粉丝宝宝你真的有点八卦欸 真眼呢? 对,真眼,真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眼 就是真眼完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照吃的 我知道我早上第一件事,因为我是住二楼嘛 嗯哼,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哦,住三楼,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下楼 就是看阿姨做了什么吃的,然后吃起来,然后再上去收拾东西这样 啊,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手机 手机,哦我觉得最传绚的粉丝宝宝宝 应该所有人都这样吧 应该是手机,所以你们现在拿手机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赶紧买起来 其实之前没有这么那个,因为之前是在创造营的时候被收了手机,收了几个月 然后,我就觉得手机是这么的重要 里面呢? 噢,所以你们在有训练的过程中是不可以用手机? 噢,我当时参加创造营的时候就是不允许,就是用手机这样 噢,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非常专心的投入b Esper dévelop璃 对,所以当时它们对手机 relationship 在拿掉手机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 玩乐的珍惜 你就不睡觉 睡觉不睡觉 那么很多层次宝宝们 也很好奇了 就是你最近一次 认真的护肤时代 什么时候 认真 认真要多认真 就是这个 非常细致的 非常细致 就是我是看时间吧 就是如果 收工都早的话 我会比较认真 然后就是 敷各种面膜啊 什么霜啊 那如果实在是太困难 那我就是可能 就是随便 如果霜就睡觉 因为实在是太困难 会这样 真的我觉得 不仅仙女是这样 我相信生活中的 很多小仙女们 都是这样 平时时间比较充足的时候 可能护肤的步骤 就会比较细 然后有一天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 出去玩了 然后聚会了 我觉得特别的疲惫 所以就只是简单 简简单单的来 写个妆 然后就睡觉了 是不是 对 我在看这些后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正在想 我的天哪 这些粉丝们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想知道 你最近一次大笑 是在什么 大笑 大笑 现在 其实今天你是非常爱笑的 而且一笑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屏幕 整个瞬间都融化了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 很多粉丝宝宝们 都很想知道的 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 你不工作的时候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睡不醒 白天睡不醒 晚上睡不着 非常的感知 非常的可爱 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 我相信很多人 光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都会觉得 哇 真的是现在 白天就觉得迷迷糊糊 就睡不醒 到晚上很想要早早的来睡觉 但真的又睡不着 所以就会在不停的刷手机 对 那么其实说这个 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着 其实也是我本人 真的 虽然我已经不是非常年轻的 20岁出头的那一波人了 但是真的因为工作的关系 生活的关系 白天的事情比较多 晚上这个睡的确实是比较晚 但是很多粉丝宝们在熬夜的时候 不仅是她的这个身体 可能会觉得体力有点透支 最重要的是对于女生来说 熬夜真的会让你的皮肤 变得有一点点憔悴 是不是 对 是真的 然后 就是熬夜的话 也会令自己皮肤状态各种不好 心情其实也不会不好 对对 当你熬夜的时候 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 就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 真的就是三本子 隔夜脸 然后顶着一张隔夜脸的时候 出去见人 别人都会觉得 你一定是昨天晚上没有睡 就全部都写在脸上 所以就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女生 比如说她还喜欢吃一些火锅 喜欢吃一些烧烤 然后生活作息不规律 饮食也不是特别的均衡 就会导致皮肤出现很多的问题 在这里真的是重点要 温馨的提示一下 直播间所有的油皮和混合皮的女生 接下来的内容 你们真的是要竖起耳朵来听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要给大家安利的 我们的星环 我们的爆品液体 吸油纸啊 它不仅可以解决你皮肤的 这个水油不平衡 导致你肌肤屏障的一些受损 它还可以真正的帮你做到 外蓄油 内控油 从肌底层来修复你们的皮肤 让你不仅仅解决脸上大油光的问题 同时也还原自己健康的肌肤 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啊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20岁出头的年轻人 百分之六十一半以上 它都是混合性的肌和油性的肌肤 其实我之前确实也有很多 因为什么作息饮食不规律导致肌肌问题嘛 然后就是像我之前排练的时间也比较长嘛 作息呢也不怎么规律 然后加上我自己是混油性皮肤 然后经常脸上也会出现一些油光啊 然后就是挺让人烦恼的 但是你太谦虚了 谢谢您 我这么近的看你啊 我觉得很多粉丝宝宝都特别的嫉妒 谢谢您的皮肤状态真的特别的好 脸上了一丝一毫的油光都没有 每一个毛孔你都看不到毛孔 真的是就是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很好的肌肤状态 所以你不剥皮肤状态这么好 在我们上播前是不是有 悄悄的稀油脂吸过皮肤 会看一下 有没有 没你说中了啊 是啊 是吗 对因为其实就是要是 要说是稀油脂就是也没错 但是就是因为液体稀油脂嘛 欧莱雅平衡水 就是特别是我这种 因为做些不规律角质的油脂 说到液体稀油脂 来 直播今天所有的宝宝 你们把注意放在这里 放在我的掌心中 其实您的皮肤状态这么的好 即便是今天是一早就出来工作的 对吧 而且今天上海的气温真的是蛮高的 在外面户外的时候温度很高 那么到了室内做一些拍摄啊 广告啊 花絮的时候会出很多的汗 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工作环境状态下 皮肤状态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 靠的就是她来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我们给一个特写好不好 来 有没有我们的小姐姐 我们的遥控器给一个特写 给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 我告诉你们 先您做客到我们直播间 这一个小时 我们重点推的就是我们的 清润葡萄子的系列 我还是要插一句话 你们赶紧赶紧去下单 因为待会儿呢 先您会在我们的直播间 亲自的帮大家来开奖 来抽奖 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 内的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厚啊 千万不要怪我没有提醒大家 来表控器 看一个特写啊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看看 就在我的手中啊 它真的不仅仅是这个颜值担当 而且刚才 我刚才跟先您聊到了 它有一个亲切的一称叫做 液体吸油脂 那么它之所以叫这个液体吸油脂 它就是真的能做到非常实力的控油 让我们的皮肤在8小时 甚至一整天的时间段内 都没有任何的油光 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可以拯救我们的毛孔的油痘肌 真的可以让你们一瓶彻底的 告别你们的大油甜的肌肤 那么说到它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三大成分 先您知不知道是哪三大成分 这里面是有成分能去油的 是的 非常好 它这里面的成分不仅仅给大家做到了 去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大核心的成分 叫做神经鲜案 这个神经鲜案就是帮助我们修复 几乎水油平衡的 水油屏障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的做西肤辉略啊 或是我们吃了很多刺激的辛辣的食物之后 就是这些坏习患真的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脱水 缺水 当皮肤脱水缺水之后 这个油脂分泌的就会特别的旺盛 所以我们的皮肤就会进入到一种水油不平衡的状态啊 整个基底的屏障都会受到这个破坏 所以就会导致如果你不合理的去控制它的话 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就是你的大油甜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是已经做好了一个妆 还没到公司的时候妆就已经花了 对很多女生在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都有这样一个困扰啊 但是当我们的肌肤这个水油屏障受损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解决这个控油和去油的问题 像我们一些深层次的 比如说皮肤暗沉啊 比如说皮肤因为有油痘痘造成的一些这些堵塞啊 不管是闷在脸上的 或者已经发出来的这些肌肤的苦恼 这个时候细油脂其实它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因为它只是把外面的油给吸走 但是为什么它这么神奇呢 就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三重神经纤暗 神经纤暗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肌肤的水油瓶 这样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索水保湿的功效 给我们的皮肤一整天超强的保湿力啊 那么这种液体细脂 它就可以真的从本质上解决大家皮肤外油内干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油皮的女生混合性的这个女生 在做一些这个只用吸油脂的时候 还是发现哎不止于吸完了 但是里面的这些油才会圆圆不断地冒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我们巴黎欧莱雅的青润葡萄子的巧克力修复的平坤水 就是我们的液体细油脂 对因为就是神经纤暗 修复水油瓶脂肌肤才能持久所有水保湿嘛 是的我觉得鲜平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其实单单的只是做到我们一个水油瓶的修复 其实还是不够的 它里面还有第二个核心的成分在里面 我相信我一说到这个成分很多女生都特别的熟悉 一点都不陌生 就是果酸素和精华 鲜您知道刷酸吗 或者平时有研究过刷酸这些事情吗 我当然知道了 刷酸应该是很多油皮妹子 很多油皮妹妹 也很多油皮的女生都会尝试过的 所以就是不过就是好像对皮肤的刺激也蛮大的 其实对真的说到鲜您这点说的特别的好 就是对皮肤的刺激特别大 我觉得很多女生啊 你真的是不能把自己的皮肤当成实验基地 就是你真的不能盲目的去刷酸 因为有些酸它真的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劣性 你刷不好就会把你的角质层通通给刷坏 但是我们这款欧莱亚 因为是一个这种的液体西油脂里面添加的果酸的复合精华 它完全没有刷酸的刺激感 它是一种温和的刷酸 虽然它的浓度是高达99% 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温和的果酸 这个果酸可以调制我们皮肤的油脂的平衡 可以疏通我们的毛孔啊 它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棒的控油去痘的作用 让肌肤一整天都保持非常清爽的状态啊 那么欣明今天也是经历了一整天的这个拍摄工作 所以你在用我们的液体西油脂的时候 一天下来皮肤状态感觉很满 其实我用的时候也蛮温和的 然后一点有刺激 对 好的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所有的宝宝 我们刚才跟仙宁聊了很多都没有看到 他们一直在刷刘仙宁刘仙宁 而且是三行四行在持续的刷屏 我告诉你们对仙宁费好的知识 除了看直播之外就是下单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给大家抽出的 都是我们的重磅的下单奖 前提是你今天晚上只有运气好还不够 你真的一定要先下单 因为如果你幸运的中奖 仙宁在这里一起公布了你们的名字 帮你们开出奖之后 如果发现你没有下单 我的青龙涂刀子系列 不好意思可能就没办法再讲了 所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所有的宝宝 赶紧赶紧下单起来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一一的来抽奖 其实说到这个液体吸油纸 它除了有一个很好的控油去油的功效 它里面其实还有第三大的核心成分 就是叫做葡萄多酚 这个葡萄多酚是所有女生都很喜欢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体量多色 对 对你想想对于女生来说 包括我今天直播间的镜头 你看鲜明的皮肤状态真的是白雪公主 非常非常的白皙 脸上又没有油光 所以看一眼女生都会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心动 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们 如果你们是混合性的皮肤 偏油性的肌肤 或者说你最近因为生活作息的不规律 你内分泌的问题导致一些水油不平衡 我真的非常强烈的安利大家去拍一拍我们的液体稀有纸 哇我们现在直播间人数已经到11万人 瞬间都涨起来了 我连点开宝贝的详情液它都刷不出来 应该现在是我们的置顶宝贝链接对不对 我们的置顶宝贝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赶紧去拍它 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在直播间给大家来抽奖 其实说到皮肤的抗氧化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特别形象的例子 就是苹果对不对 像这个苹果 它削了皮之后你会发现刚削了皮这个苹果状态特别的好 这就是新鲜的水果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耽误一点时间没有吃它 你就会发现这个水果开始变黄 然后它就会有一点铁锈的颜色 尽管做这个例子啊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局 有点点下链 有点点击端 但是为的就是告诉大家 皮肤的抗氧化真的特别的重要 你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控油 非常好的去油的同时 再来帮助提亮肤色 再来帮助抗氧化 也就是说既解决了皮肤出油的困扰 同时也提亮了肤色 对不对 我相信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所有的女生 没有人说喜欢皮肤暗沉的 都希望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通透 特别的亮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强烈安利的我们的液体 洗油脂直播间 所有的宝宝们一定要记得哦 它适合的皮肤状态是混合性和偏油性的肌肤 或者说你最近皮肤水油不平衡 你都可以去开它 然后我们说到现在 我觉得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 是不是 今天谢谢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真的送礼的方面 毫不手软 我们看到很多粉丝宝们都说已经买完了 对不对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赶紧的放心去拍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赠品也特别特别的丰厚 你们就闭着眼睛去拍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是所有的粉丝宝宝们都非常喜爱的环节 就是我们要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做抽奖的活动了 在我们八点哦 八点开始到现在下单我们液体吸油纸 或者是下单我们清润葡萄子系列的宝宝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哦 我没有看错吧 开出五瓶哎 五瓶我们的液体吸油纸的正装哦 我们不是给大家送小样 也不是给大家来送中样 而且今天开出来的特别的不一样 我再推一个特鞋给大家来看看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平时就真的是咬着牙大醋的时候 也可以给大家送正装 但是看到没有 我们的镜头已经推过来了 直播间所有的先银的粉丝宝宝们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开出的五瓶 我们的液体吸油纸都有先银的金笔签名 而且这个签名真的是刚才在上播前 新鲜出炉新鲜给大家签出来的 你们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想要的宝宝在我说话的同时 你们就赶紧去下单好不好 在我们的置顶宝贝链接点击进去 先去买 买完之后回来参与到我们的现场抽奖 我们的抽奖规则是 一会儿我会把手机取到最前面 然后先您帮大家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全品给大家抽出五个幸运的小伙伴 好不好 你们的准备好吗 主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接下来就要开奖了 我们先想一个口号好不好 我们的口号就叫做 欢迎仙宝好不好 降低难度啊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欢迎仙宝 你们全屏刷起来 全屏刷起来 不要再刷抽我抽我 这样的 请你们刷对口号 欢迎仙宝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下单奖哦 是拍我们整个青润葡萄子的 下单奖抽给大家的 好吗 哇 现在屏幕滚得特别特别的快 待会儿呢 我会把手机举在前面 现场截图直播间前五位 就是全屏截图前五位的小伙伴 将要获得我们今天的幸运签名下单奖 先您给大家来倒计时 好不好 我们从几开始呢 五屏吗 那就五开始 好的 来 五 四 三 二 看一看会是谁啊 幸运的小伙伴 我来看一看 一 二 三 四 五 正好是五个小伙伴 我先把它存下来 然后举到前面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特写好不好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你们先结一张图 欢迎谢谢你 我要检查你的字 赞打的都是正确的 来 自己结一张图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我给你们三小时的时间 三 二 一 结束成功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念出大家的名字了 第一个是187773PPKN的小伙伴 第二个是176084的小伙伴 第三个是150778的小伙伴 第四个是176002的小伙伴 最后一个是凉夜少年雨 您是真的是写本了 是不是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啊 我现在就把你们的名字发送给我们的客服 然后待会儿呢你们去找客服和奖好不好 我们的下单讲 我们的下单讲 亲笔签名照啊 下单讲五个液体 洗油纸 而且是由我们的新银的亲笔签名在上面的 其他的小伙伴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羡慕 是不是觉得哇 为什么刚才中奖的不是我 你不要离开直播间 因为今天的抽奖真的不是一轮 因为今天先迎来了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多抽几轮 第一轮没有抽中的小伙伴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我们后面还会有非常丰厚的奖品给到大家 那么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我们的夜子洗油纸 是不是除了夜子洗油纸之外 那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宝宝就说了 哎呀我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我就不是混合性的皮肤 我就不是油性的皮肤 我就是干性的皮肤 那么是不是就没那么适合我的产品了呢 当然不是了 今天先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依旧是要把一些干皮的好物抱团分享给大家 而且我相信应该直播间看直播的很多粉丝宝宝 都会有干性皮肤的是不是 你们有哪些宝宝是干性皮肤啊 你们举手刷一刷起来好不好 刷很多的小柠檬 现在我整个屏幕都是爱心跟柠檬都已经溢出来了 我我我啊啊啊啊有没有干性皮肤的宝宝 哦看来真的很多宝宝都感受到 对很多有干性皮肤的宝宝是的 那么说到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的我们的欧莱雅的水泵蛋 然后在这里欧莱雅给大家来安利一下 我们这款非常适合干皮宝宝用的我们的第二个爆款啊 其实你从它的这个名字就已经听出来了 它叫做水泵蛋 对不对 你想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补水 非常非常的锁水啊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包装它跟那个 呃和平那个和平 这个水 液滴西油纸 对液滴西油纸还是有点像的 对对对 因为它对包装还挺像的 对因为它们两个都是一个系列 就是为了所有的宝宝 除了刚才安利给大家的液滴西油纸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水泵蛋了 我们给大家推个特写你们来看看好不好 这是仙宁手中拿的水泵蛋啊 水泵蛋在我们今天的38号38号宝贝链接 赶紧点击宝贝链接去下单 因为待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开出来的奖 是作为水泵蛋的下单奖抽给大家的 而且我们这样一款水泵蛋 它作为一款非常滋润保湿的浮水面霜 它真的是能够解决皮肤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一些干燥啊 过敏啊还有状态不稳定 它真的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湿维稳的功效在里面 让你的肌肤在做到强韧肌体屏障的同时 一整天都保持非常好的一个水嫩的活力的状态 对其实就是如果皮肤干皮的话 就是属于沙木肝的那种 尤其是最近因为快要换季了嘛 然后什么干燥啊过敏啊什么的各种问题都有 就是其实干性力不稳定 对我觉得现金这点说的特别的好 因为现在真的是9月初开始换季了 而且很多可能偏北方一些地区的小伙伴 已经明显觉得秋天的感觉越来越近了 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最明显的如果你本身就是干皮 你会发现在换季的时候整个肌肤状态特别的敏感 然后觉得整个脸每天都是蹦蹦的紧紧的痒痒的 甚至你们照金子的时候都会发现 哎我怎么多了两条动态纹在脸上 就是所有的女生都不想看到的画面啊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我们的水红袋 它很厉害 它里面同样啊同样含有了三重的神经鲜暗的成分在里面 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在一整天不仅做到自我的肌肤屏障的修复 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是补水锁水的功效特别特别的强 然后把它安利给我们身边所有的干皮姐妹们的同时也要告诉他 我们还有第二大核心的成分叫做NMF的天然保湿因子 这个保湿因子呢它就是非常强的锁水力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把所有的水分都锁在你们的这个基底层啊 那么我说到这么多而且我的这个镜头都已经推过来了 我觉得哎现在推特写的时候大家一定看温柔温柔 欢迎仙妮仙妮仙妮的皮肤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欣妮给大家来试用一下我们的水封袋 好好打开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样子内容 来欣妮我们在哪个手背上试 那这个手背上试 好的好的 就是真的很真的很好一个质感 对它就特别特别的柔然后扑上去然后一点点黏啥的 对它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就是铺开 就是很容易延展开吸收对不对 我刚刚真的发现一些你是很温柔的女生啊 就是一点点试用一下就是很替大家节约 你看我就是比较残暴的方式 我平时带用面霜的时候 对因为皮肤很干嘛 所以我就真的是就是整个手指都伸进去 抠很多的这种涂在自己的皮肤上 而且我温馨的提示大家 你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来啊 就是如果你们皮肤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缺水 非常的干燥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的厚涂一下 然后你看在我的直播间啊 我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即便是我涂了这么多在我的手背上 它都非常容易被涂抹 还被延展开 你看几秒钟的时间在我的手背上 瞬间就被吸收了 而且它真的是好润啊 我闻着自己的手背 有种真的是回到了18岁 回到了20岁的感觉很香对不对 它其实还有一个称号叫做 面霜的滋润乳液的轻盈 就很多现在女生都担心啊 说哎呀我的皮肤用了这个面霜之后 是不是特别的厚啊 特别的孤在我的脸上 特别的不透气 我完全不用担心 这一款水封盖 真的用起来非常的水润 新颖 而且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把它涂在脸上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发现你脸上 一点点这个油光都没有水油 平衡状态 感觉特别好 这个真的蛮好的 其实我刚才用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舒服 我觉得干啤的宝宝们真的可以试一下哦 是的 直播间所有的干啤的宝宝们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 刚才先您都给大家来现场的安利我们的水泵带了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赶紧赶紧去拍水泵带在我们今天的 我来看看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现在已经是置顶了 我们的小姐姐手速很快 现在是带我们的置顶链接 赶紧赶紧去拍所有干啤的救星这一款水泵带 而且我温馨的提醒大家 即便是你最近皮肤状态你不是干啤 可能你是偏中心的皮肤 但是因为皮肤最近真的是在换季的时候 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缺水 你都可以用它 而且它真的是女生可以用 男生也可以同样的使用 你可以用起来的 我相信直播间的很多男生就是 或者是这个罐车老公也好 男朋友也好 肯定都有这个偷用自己女朋友 或者老婆护肤挺的这个小的形象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你们赶紧的去拍起来 在我们现在套商品置顶的宝费链接 待会儿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 依旧是由先名给你们抽出幸运下单 讲好不好 这款赶紧的救星赶紧赶紧去下单 然后呢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看看现在几点现在是8点39分 那么再过 想想啊 再过三分钟 好好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来下单 到8点42分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抽奖了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先名做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的第二锅的重本 下单奖依旧是去拍我们整个清润葡萄紫系列 哇 没货了 我刚才一直在说没问题 谢谢你非常可爱 用手指指在上面没货了 你们真的粉丝的购买力太惊人了 你们又把货给买空了是不是 我们让后台的小姐姐赶紧帮我们紧急的上货好不好 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不要放弃 我们现在后台运营的小姐姐正在争奔夺秒的帮你们上架帮你们上货 因为代表我们的货是会分批次的分布到你们各个仓 我们全国一共8大仓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点击它 然后不停的去购买 只要能购买上的话 就说明你的运气好手速高已经被抢到了好不好 我看看买买买买买仙宁好可爱 赶紧去拍啦 我们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真的如果你们想要跟仙宁的为了姐姐留姐说 你们过分啦 这些得收一收了 是不是来仙宁看前面 大家都很想看仙宁 我们要给大家推一个仙宁的大特性 我觉得可以 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都满足你们的心愿哦 真的是你看直播间真的不仅给大家安理好物 而且真的是让你们追星追导直播间 你看我们的镜头 我们镜头真的是高清的镜头 已经进来了 对 已经进来了 这个有点慢 但是我们的后台显示是在那里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个够好不好 我让仙宁 哇 大家都发出了惊叫声 赶紧去拍呀 各位粉丝宝宝们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置顶宝贝链接已经给大家补获成功了 后台小姐姐给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代表你们现在可以继续去拍了好不好 拍完之后 待会儿呢我们就真的要给大家来冲我们的下单奖了 而且仙宁的皮肤状态真的是特别的好 很白皙 而且真的不像是你今天已经工作了一整天 哇 还有飞文完了 现在要炸屏了 你看 尽管我的手机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延时 但是依旧是看到全屏都是赞美声呢 美云的同时不要忘了下单 各位粉丝宝宝们好不好 我给你们剧透一下 待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依旧是抽出五名我们的幸运的小伙伴 送上的就是我们的欧莱雅的水泵袋 你们去拍清润葡萄子的系列不管是拍我们的液体修纸 我们的水泵袋 我们的磨砺水 或者是我们整个清润葡萄子的水乳套组都可以 只要是清润葡萄子系列 待会儿呢就可以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些现场的抽奖 你们准备好了吗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买过的宝宝们准备好的抠数字一好不好 然后锁死 我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敢动摇空气 我怕我稍微动摇空气所有粉丝宝宝就承受不了了 一定要看仙宁的皮肤的大特喜啊 我的妈妈呀准备好了对不对 好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我们第二轮第二轮的抽奖开始了哦 这一轮我们的口号就叫做欧莱雅留仙宁好不好 欧莱雅留仙宁你们全屏刷起来 全屏刷起来我看看有没有小伙伴刷 对啊我现在真的是眼花缭乱 我们现在要刷的是欧莱雅留仙宁式的 你们可以停止回溯数字一了 要刷我们的口号了好不好 然后哇真的很快 刷起来了 真的是光速啊我的天哪 我一目十行都看不过来 接下来呢 依旧是老规矩 把我的手机举到最前面 然后呢一张闲银给大家来做倒计式 好不好 好 那还是要数到六吧 来到六 好的来 开始 六五四三二一 看一下会是谁啊 幸运的小伙伴啊 我真的觉得每次他们抽奖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二四五 真的是五个耶 为什么今天晚上抽奖卡点都好准哦 你们真的是 卡点机器嘛 对 你们今天也是抽奖的卡点机器 很厉害啊 来 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字 我来要留心灵的心灵 对的对的 来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你们自己结一张图 好吧 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三二一 接下来呢 你们在欣赏 心灵的美貌的同时啊 我来给你们念出 这个中奖名单 第一个是SUE31991 第二个是 你可是之猫 第三个是 15272名字小伙伴 第四个是 负酒星 最后一个有一点长啊 是HRKGQWGKOHZL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已经中过奖的小伙伴啊 我现在把你们的名字 发送给了人工客服 然后你们现在就可以 立刻的找人工客服 去合奖了 好不好 五个水绷带面霜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 今天不是先您做客 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都没有这么豪放的 来给你们送礼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其实实不相瞒 我们的直播从今天 一早就开始了 早上十点钟开始秒杀 然后早上十点钟 从一开直播间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 蝎妮在哪里 我要看蝎妮 就已经吼了一整天 终于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段 给大家心情的奉上了 好不好 我依旧是那句话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我们后面依旧是有非常精彩的环节 不仅可以让你们知道 这个蝎妮一些快问快答的答案 同时呢 我在这里给你们去透一下 后面的奖品 是不是 好不好 后面的这个奖品 厉害了 后面的应该是我们的大礼 两份大礼包给大家抽到 又没有货了吗 哪个是没有货了 你们告诉我是几号宝贝 好不好 把数字链接打给我 是哪个没有货了 大家都在纷纷说没货 所以我们的水光蛋又断货了吗 我们的液体吸油纸 是不是现在已经补货成功了 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从Top商品 现在置顶的是我们的水光蛋的面霜 51号是我们的液体吸油纸 你们赶紧赶紧去拍 这两个宝贝链接 好不好 每个地区没有货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是几号链接 好吗 我来帮大家来上 稍等一下 有小伙伴说是49号链接 49号是我们的一个套装 是我们的液体吸油纸和乳液的一个套组 好的 我这边已经收到了大家的回馈 我帮你们催一催好不好 我帮你反馈给我们后台运营的小姐姐 让她们赶紧给大家上货 所以如果直播间的其他的粉丝宝宝们 如果你们所在地区现在还是有货的 赶紧赶紧去拍话 都说49号宝贝链接没有货了 还有38号宝贝链接 38号也是我们的水光蛋 38号宝贝链接没有货的 你们去拍我们的Top商品 Top商品 我们的液体吸油纸好吗 现在是液体吸油纸在最上面的置顶的位置 谢谢你你知道吗 在你这个进到我们直播间之前 我们卖了一整天的货源都非常的充足 到早上10点 一直到发现都是有货的 先您上来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都被大家买空了 粉丝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好不好 所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如果你们所在地区现在还可以拍的话 你们就赶紧赶紧去拍好不好 因为真的是如果你不拍 待会我们两份重本大礼包 真的是一个护肤的大拳套 清润葡萄子的大拳套 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中了好不好 我今天晚上只有这两个大礼包了 我在这里再把不是放狠话给大家 是真的就只有 现在您在直播间的时候能给大家抽 所以你们赶紧赶紧去拍好不好 大家还在不停的时候看镜头 那这样吧 既然大家这个有需求了 我们就让直播间的所有的宝宝们 我们又来了一遍给先您一个大拓写 真的就真的你说 有哪一个女生不希望自己的皮肤状态这么好 零毛孔零油光而且又白皙 有哪一位男生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的老婆甚至自己的对吧 姐姐妹也好皮肤状态好一点 所以在平时用护肤品的时候 真的是要选对成分才可以 你们在下面Q什么 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好不好 还要再进还要怎么进 已经是 好像最近了吧 对这已经是最近了 太可爱了 已经是非常非常近了 所以你们赶紧去拍 接下来呢 仙宝还是会给大家来抽奖 好不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好不好 鉴于大家这么想看先您的大特写 所以我的镜头就放在这里 我就不动了 让大家沉浸在先您的美貌中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产品的介绍之后呢 依旧是有一些问题要考一考先您 当然也是考一考主播间的所有的粉丝宝宝们 大家准备好吗 好先您好吗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液体洗油脂 也是我们的平衡水中含有几大成分 能够修复水油屏障 三大成分 哇那么是哪三大成分呢 神经氢胺 果酸 还有葡萄 葡萄都不不不 你是故意的 是不是谢谢你们猜一下 对我觉得直播今天所有的宝宝平秀 我跟你们说一百遍 可能你们都记不住 先您说一遍就记住了 而且先您的反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迅速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难度神奇了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在我们的三大成分中 有哪一个能够修复水油屏障 卓越所 稍微有点难耶 是不是神经氢胺 哇又打对了 你看你先你妈还非常非常温柔 嗯是不是神经氢胺 当然是啦 哇这就真的时间在心里旁边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我觉得我的语速应该慢一点 我应该温柔一点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就是我们的神经线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成分哦 那么再接下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送分题 就是说我们的平衡水 正好现在给大家推到了大特系 我们的液体修指 在使用之前 它还有一个什么小步骤 小步骤 小步骤 哈哈 所以你已经直接用了 摇摇 对演示 演示给大家了 就是摇一摇 因为里面我们有 潮微研磨的控油粉末 还有我们的果酸精华水 当你摇完之后 可以给大家看看 它真的就瞬间 全部都这个融在里面了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 哎呀这个里面的这个粉末 是不是沉淀 首先很多宝宝很可爱 一收到货的时候 就会说 哎呀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沉淀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它王牌核心的 科技的力量成分在里面 再有一点大家担心说 哎呀会不会摇不云啊 或者说是不是摇完之后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前后的对比啊 摇完之后是不是拍在脸上 会有一些粉末状呢 其实完全不会 我觉得仙妮也可以给大家来试一试 好不好 我们在摇完之后 在仙妮的手背上 给大家来试一试 其实倒出来的时候 都会凉凉的 是不是很清爽 然后它是真的是 对完全不会有一些粉末啊 浮粉的困扰 它真的是完全都融化在里面了 所以你们放心的 拍在脸上好不好 但是依旧是 文心的提示大家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用力 也不用用力 稍微摇一摇就可以了 是的 那么在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好像又要给大家送抽奖了 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仙妮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总是一直在不停的给大家抽奖 是不是 然后直播间 他们在Q跳舞太过分了 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也有点过了 对呀 谢宁 谢宁美美的坐在这里 帮你们安利好 你们要做的是 让你们的手指跳舞 让你的手指赶紧埋起来 好不好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哦 我们现在的Top商品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青润葡萄籽的液体 西欧石 我们的平衡水 已经给大家紧急的补货了 现在是在我们的置顶宝贝链接 你们赶紧赶紧去拍 拍完之后 可以再看一下 49号宝贝链接 以及42号宝贝链接 还有38号宝贝链接 都是我们的青润葡萄籽的套组 所以在你拍完之后 直播间所有宝宝们 你们千万要留在直播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接下来 谢宁还是要给大家 有一些礼物送出去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礼物 真的是越送越超值 你知道吗 谢宁 前面我们给大家送的 可能还是这个单品 现在我们开始给你们 送超级的大礼包了 我的天哪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所有的宝宝们 真的去拍我们的青润葡萄籽系列 待会儿你们将会获得 我们整个从节面到水 到午夜 到我们的这个水风带的面霜 一整个的重粉大礼包的套组 那么这个重粉大礼包的套组呢 我们是只有两个名额 所以名额也是非常非常的紧缺啊 你们要做的就是 现在赶紧赶紧去下单 下完单之后 留在直播间 因为我们会在直播间不定时的给大家来刷口号 只要你们今天晚上运气够好 就可以把我们的重粉大礼包抽回去好不好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咯 我们的大礼包有里面 里面有我们的青润葡萄籽的截面 加平衡水 加葡萄籽乳液 还有水风带的面霜 一够四件足足四件 大家又在说没货了是不是 几号宝贝链接 49号 49号是不是 我来看一看 我帮你们看一看 49号宝贝链接没有货的宝贝 赶紧去拍我们的套商品 去拍我们的套商品 套商品给大家补货了 还有42号哦 42号和38号都是有货的 只不过他们的位置稍微往下了一点 你们往下刷 我先把序列号报给你们 一个是38号42号 还有49号和套商品置顶链接 你们赶紧去拍起来好不好 然后现在是8点55分 我们再给大家三分钟时间好不好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你们一边欣赏些您的大特写的 无瑕的肌肤和美貌啊 然后赶紧去下单好不好 镜头是怎么回事 镜头是你们要看特写啊 想看仙宁的正面的大特写 所以我们的镜头就一直放在这里 满足大家的需求 你们终于说了一句感谢我的话了 谢谢我帮你们推大特写是不是 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所有的宝宝赶紧赶紧拍起来哦 没有对焦是吗 但我这边看到的还可以啊 是对焦的状态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哇你们真的是看得很仔细啊 真分夺妙 我相信可能直播间的很多粉丝宝宝 就直接截屏当自己的桌面和屏包了 因为真的是些您的太漂亮了 皮肤状态太好了 而且又很温柔 又很会跳舞 而且还在直播间帮所有的粉丝宝宝们安理到了 不管是适合干性的皮肤 还是混合性的皮肤 还是油性的皮肤 通通都给你们做了一个安利啊 所以你们赶紧赶紧去拍 他们还说要多喝热水害羞了 是谁害羞 是你们看害羞了是不是 只问你死后的宝宝呢 刘姐 你们有刷这个刷屏的功夫啊 赶紧赶紧去下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待会儿我们会有两份 是先您帮大家抽出的两份宠宝大礼包哦 不是我帮你们抽的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得到这个荣誉的话 这份幸运的话就一定要下单 好 作为我们的下单奖 筹给大家 然后再给大家 我们到58分好不好 你们可能现在56分 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表白了 打赶叹号 买了买了 好美好美 买了买了 镜头又虚了 镜头好像是有点 就是要镜头虚实结合 虚实的没感 对啊 虚实的没感 对 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手动特效 你们知道吗 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宝 赶紧去下单哦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宝贝链接好不好 在我们今天的Top商品 然后除了Top商品之外 是我们的49号 49号宝贝链接 以及42号 42号宝贝链接 还有我们的38号 全部都是青润葡萄籽系列 只要拍我们的青润葡萄籽系列 待会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大礼包的现场大抽奖 好不好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小伙伴回复数字1好不好 我来看你们都有没有准备好抽奖了 买买买 感谢感谢 好好看 好好看 哇 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磨钱擦掌了 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现在是8点58分 我们也在非常寓意非常好的858的一个数字中 来给你们开出今天的两份我们直播间的幸运大礼包 虫粉大礼包 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依旧是要给大家一句口号 好不好 就叫做我想想看 我们既然是数字这么吉利 我们就叫欧莱雅大麦 好不好 来欧莱雅大麦 你们全屏刷起来哦 准备今天所有的宝宝 欧莱雅大麦 欧莱雅大麦全屏刷起来 然后待会儿呢 我会把手机举在前面给大家做这个截图 但是呢 今天只有两位幸运的小伙伴 可以把我们这份大礼包带回家 所以待会儿会在截图的前两个小伙伴 就是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小伙伴 可以获出个大奖 好不好 欧莱雅大麦 欧莱雅大麦 让你们再多刷一会儿 记得一定是我们的下单讲哦 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 现在我要把我的手机挤在最前面 然后让杰宁给大家做照记事 好不好 好 那就从三开始吧 越来越刺激了是不是 好的 来 来 三 二 一 应该会是谁呀 今天晚上的幸运的小伙伴 第一个小伙伴打错字 哎呀 第一个小伙伴打错字了 那只能顺延到第二个小伙伴了 哇 我真的觉得你们的这个名字很可爱 我这一轮先念名字再让你们解读 好不好 第一个小伙伴叫做7B01F13AABCE 第二个小伙伴 刚才稀宁有悄悄的笑了一下 因为你的名字真的很可爱 叫做 啊啊啊啊啊啊啊 Tone 是的 来直播间宝宝 很多位啊啊啊啊啊 充的这位小伙伴 你真的是充到了这个幸运奖啊 自己截图 截完图之后 待会儿呢 去找我们的人工客服去核奖 好不好 你们找人工客服的时候 只要告诉他是直播间抽到的下单奖 就可以了 现在我已经把你们的名字发送给我们的人工客服了 两个大礼包 运气是特别特别的好啊 而且还是先宁给大家抽出来的 所以呢 再过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去核奖了 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是今天先宁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过这部节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虽然直播间的很多粉丝宝宝们都没有看够 对不对 但是呢 没有看够的宝宝 你们应该画你们的这份心情为动力 是什么 赶紧赶紧去买买买来支持先宁 好不好 那么今天既然先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在快要离开我们直播间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话想跟我们直播间走的粉丝宝宝们说的呢 首先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 能够跟大家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小故事 然后在这里也祝福屏幕前的大家 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不只是肌肤的逆袭 在之后的人生到路上呢都能够不惧挑战 然后充满元气 然后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哇 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啊 我觉得今天晚上粉丝肯定注定是十年之夜了 非常感谢先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希望以后多多来玩 好 谢谢先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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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从于然先宁离开了我们的直播间 但是直播间的